夜火民宅大火熊熊燃起 现场火势猛烈 拘烘火光照亮夜空 附近民众赶紧救火 大家拿着灭火器不断往火场里喷 没有效果 另一旁还有人开货车 将农业打药机当救火工具 金城火警在南投仁爱红香部落 民宅不明原因窜出火蛇 打火农烟迅速蔓延 无设备烧的劈趴作响 附近又都是木造房屋 等到消防车到现场几乎被烧光 居民相当无奈 而台中大渡洗车厂 现场浓烟密布几乎看不清 锦销到床师现场一名 82岁老翁倒窝在厕所旁边 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人不治 有来够起来的 有来够起来够起来够起来 虽然锦销在20分钟内将火势控制 但老翁因火灾离世让人唏嘘 在高雄的资源回收场也有火势 无主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 立刻逃到外面通报119 场内堆放大量清洁净 容易助燃火势 人员还需要一桶桶搬离 才能顺利扑灭 所幸无人伤亡续经营场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